舔鸭洗脑,雅虎拍卖饭受终 第一条,行政院组织法修正后,为办理行政院及所属个及行政机关,以下简称原机关,知功能业务与组织调整,财产接管,预决算处理,原额一波集权易保障等事项,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原机关应依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行政院组织法修正条文及业务执掌检讨,予以精简,整并,改例,改制,裁撤或业务条整一波其他机关 依前项规定设立之各部,委员会及所属个及行政机关,以下简称新机关,知组织法规,未修正或制,定,定者,应定定新机关暂行组织规程及编制表,不适用原机关组织法规 第一项业务调整一波其他机关者,原机关组织法规除相关长理事项及编制原额,由行政院以命令调整外,仍继续使用之 原属中央机关改例或业务条整一波地方政府,其组织法规未修正或制,定,定前,得由全则机关定定暂行组织规程及编制表 第三条,原机关依前条第一项规定予以精简,整并,改例,改制或业务条整一波其他机关,其管辖权以一组织法规或前条第二项及第四项锁定暂行组织规程加以变更,相关之业务法规未及配合修正时,由行政院进行公告变更管辖之事项,其属原机关精简者,行政院于必要时并得以命令停止其精简部分业务之办理 第四条,原机关依前条第一项规定予以裁册,相关业务法规未及配合修正时,该机关所长理之事项,由行政院以命令停止其全部或一部之办理 第四条,原机关精管之国有公用财产,其有业务接管机关者,由业务接管机关概括承受,继续保管,使用,收益及处分,并与组织法规完成立法程序后,办理管理机关变更登记,其未有业务接管机关者,竟由财政部国有财产局接管及办理管理机关变更登记 业务接管机关于组织法规修正或制,定,定前,得竟将用途废止之国有公用财产,变更为非公用财产,移交财政部国有财产局接管 为公务或公共需用国有不动产时,得竟以业务接管机关之名义申请拨用 原机关精管之其他公有公用财产,准用前二项规定办理 第五条,各机关一组织调整,变更机关名称,隶属或业务执掌者,其相关预算之执行,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机关名称更改者,由更改后之机关继续执行员预算 二,机关改例者,由改例后之机关继续执行员预算 三,机关部分或全部业务执掌经调整一波者,由新机关继续执行该业务支援预算 四,前三款情形,有同时兼聚者,得并同处理 各机关依前项规定执行预算,仍无法因应时,报经行政院核准,得在各该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相关预算向下调整之应,不受预算法第六十二条及第六十三条规定之限制,必要时,由行政院或地方政府依预算法相关规定办理追加,追减预算 各机关依组织调整,便跟其原主管制特种基金名称,隶属或业务执掌者,其预算之执行,适用前二项规定 各机关或基金预算依前三项规定调整执行后,其决算应依决算法第九条,第十一条规定办理 行政院组织法修正后,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未及已调整后机关会整时,仍已调整前机关编列,为应于行政院组织调整生效时,由新机关依规定承接执行 第六条,各机关依组织调整所需之人员处理等相关费用,得由原机关、原基金或其上级主管机关在原预算范围内调整之因,必要时,由行政院依预算法相关规定办理追加预算 第七条,原机关依第二条第一项精简,整并,改例,改制,裁撤或业务条整一波其他机关者,其下列人员适用本条例有官权亦保障之规定 一,依法任用,派用之公务人员,以下简称公务人员 二,一,聘用人员聘用条例及行政院即所属机关约雇人员雇用办法禁用之聘用及约雇人员,以下简称聘雇人员 三,一个机关学校团体助为警察设置管理办法设置之助为警察 四,依废止前事务管理规则及工有管理要点禁用之工有,含技工,驾驶 五,休职,停职,含免职未确定,及留职停薪人员 六,退休公务人员及领续遗族 中华民国九十八年四月九日以后调任,含出任,在任,指原机关服务之人员,公务人员不适用第十一条及第十二条规定,聘雇人员不适用第十三条规定,住位警察不适用第十四条规定,工有,含技工,驾驶,不是适用第十五条规定 本条例各项保障措施不适用于政务人员,公立学校教职员工及公营事业员工 第一项第一款至第五款之人员,呈配合机关,够,学校业务调整而精简,整定,改例,改制或裁撤,依据相关法令规定办理退休,资浅或离职,之领加发给予者,不是用本条例加发奉给总额未住金,月之报酬,月之薪金或想给总额未住金之规定 第八条,各项公务人员考试及格之限职公务人员,以拨至原分发任用之主管机关及其所属机关或原得分发之机关,原请办考试机关及其所属机关以外之机关服务时,得不受公务人员考试法,公务人员任用法及各项公务人员考试规则有关限制转条规定之限制 公务人员各种考试录取上载实务训练人员之一波,是同改分发其他机关继续实务训练,其受限制转条之限制者,比照前项人员予以放宽 前二项人员日后之转条,仍应以原考试及格人员得分发之机关及原请办考试机关,前所转条之主管机关与其所属机关有关职务为限 各项公务人员考试法规定有限制转条年限者,四转条年限届满后,得再转条其他机关 一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转任公务人员条例转任,于限制转条期间内一波之人员,得不受该条例限制转条规定之限制,四转条年限届满后,得再转条其他机关 但需于原转任机关,一波机关及其所属机关合计任职满三年后,使得调任其他机关任职 第九条,一波之公务人员,由新职机关于法定编制内,已与原刃职务官等,职等相当之职务,办理派职 但法定编制已无相当官等,职等职务可自改派时,得以同一官等较低职等职务或低一官等职务办理派职,并仍以原官等,职等任用 第一项人员员一交通事业人员任用条例第八条第一项规定转任者,仍适用员转任规定 但在改任其他非交通行政机关职务时,仍应一交通事业人员任用条例第八条第二项规定办理 原属中央机关改立货业务调整移波地方政府,应办理限职人员及经费移波,其有关人员及经费移波办法,由行政院会同考试院定之 前三项人员职系不符者,仍先与派职,并由新职机关于移波后一年内安排专场转换训练,四取得你任职务职系专场后再送全序部全序审定,不受公务人员任用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及第二十四条之一规定之限制 第十四条,一波职公务人员所认新职为职务生签者,其代御英按新职续定职等标准之给 前项以外之一波公务人员,所认新职之代御英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本奉及年供奉依公务人员奉给法第十一条规定何序之奉及之给 二,新职所制技术或专业加给,主管职务加给教员之数额为低者,准与补足差额,其差额并随同待御调整而并消 三,主管人员精调整为非主管人员者,不在之领主管职务加给 但新职所制本,年供奉及技术或专业加给和技术额教员之本,年供奉,奉,技术或专业加给及主管职务加给之和技术额为低者,准与补足差额,其差额并随同待御调整而并消 四,减任非主管人员比照主管人员之领主管职务加给者,人调整为非主管人员,应与新职机关内其他减任非主管人员一并计算考量,依公务人员加给给与办法规定何给主管职务加给 五,地域加给,其他法定加给及各项奖金,应依新职机关所适用之规定办理 前项第二款及第三款所称待御调整,指全国军工教员工待御之调整,职务调动,生,年度烤鸡进级或生等所致之待御调整 第二项人员再调任其他机关职务者,其待御应按新职续定职等标准之给 第十一条,公务人员配合行政院组织调整需精简者,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与组织业务调整生效日前七个月内,经服务机关同意后办理自愿退休,不受公务人员退休法第四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之限制 一、任职满二十年以上 二、任职满十年以上,年满五十岁 三、任本职务最高值等年供奉最高级满三年 一、前项第一款规定办理退休之公务人员,年满五十五岁者,得责领或兼领月退休金 一、前项第二款及第三款规定办理退休者,仅得之领一次退休金 于第一项规定期间内不符合退休条件之公务人员,得办理资浅 第十二条,依前条规定办理退休,资浅之公务人员,除依公务人员退休法规定应领之退休金或依公务人员资浅给予办法领取之资浅给予,并一次加发七个月支付给总额未住金,延后自愿退休 资浅者,自前条第一项锁定优惠退离期间其时日起,每延后一个月减发一个月支付给总额未住金,递减至优惠退离期间其满,不再发给 公务人员借零命令退休生效日系于前条第一项锁定优惠退离期间内者,其加发支付给总额未住金,一提前退休,资浅之月数,每提前一个月发给一个月支付给总额未住金 第一项锁定优惠退离期间其时日之次月同一日起,至在次月同一日之前一日止,依此类推,前项锁定优惠提前一个月之期间,指依公务人员退休法施行细则第七条第二项借零命令退休人员,自其退休生效日前一个月之十六日至在上个月十七日止,依此类推。 第一项及第二项人员,于退休,资浅生效日期七个月内,在任有给公职时,应由在任机关按比例收缴原加发支付给总额未住金,并缴回原给予机关或诊并改立机关或上级主管机关。 第一项,第二项及前项所称奉给总额未住金,只退休,资浅当月所支本,年工,奉与技术或专业加给及主管职务加给。 加发奉给总额未住金所需预算,由原服务机关编列预算之应。 第十三条,聘雇人员配合行政院组织调整需精简,而连续服务满一年,经服务机关同意,于契约其闷前离职,且离职生效日系于第十一条第一项锁定优惠退离期间内者,除一个机关学校聘雇人员离职除经给予办法规定办理外,并一次加发七个月之月之报酬,延后离职者。 自第十一条第一项锁定优惠退离期间起始日起,每延后一个月减发一个月之月之报酬,递减至优惠退离期间起满,不再发给。 但契约其满日系于第十一条第一项锁定优惠退离期间内者,其加发之月之报酬,一提前离职之月数,每提前一个月发给一个月之月之报酬。 前项一个月期间之计算方式,准用前条第三项规定。 加发月之报酬所需预算,由原服务机关边列预算之应。 第一项人员,于离职生效日起七个月内,在任有给公职时,应由在任机关按比例收缴原加发之月之报酬,并缴回原给予机关或诊并改立机关或上级主管机关。 第十四条,各机关依各机关学校团体诸位警察设置管理办法禁用之诸位警察配合行政院组之条整须精简,且符合第十一条第一项第一款或第二款条件,并经服务机关同意者,得办理自愿退职。 前项人源于第十一条第一项锁定优惠退离期间不服退职条件者,得办理资浅。 第一项人源之退职金,前项人源之资浅费标准,除一个机关学校团体诸位警察设置管理办法办理外,并一次加发七个月月之薪金,延后自愿退职,资浅者,自第十一条第一项锁定优惠退离期间起始日起,每延后一个月减发一个月之月之薪金,递减至优惠退离期间起满,不再发给。 诸位警察借领命令退职生肖日系于第十一条第一项锁定优惠退离期间内者,其加发支月之薪金,一提前退职支月数,每提前一个月发给一个月支月之薪金。 前二项锁称一个月期间之计算,准用第十二条第三项规定。 第一项及第二项人员,于退职或资浅生肖日起七个月内,在任有给公职时,应由在任机关按比例收缴原加发支月之薪金,并缴回原给予机关或诊并改立机关或上级主管机关。 第三项,第四项及前项所称月之薪金,只退职,资浅当月所致薪凤,专业加给及主管职务加给。 加发月之薪金所需预算,由原服务机关边列预算之应。 第十五条,各机关依废止前事务管理规则及工友管理要点禁用之工友,含技工、驾驶,配合行政院组之条整需精简,且符合第十一条第一项第一款或第二款条件,并经服务机关同意者,得办理自愿退休。 前项人员于第十一条第一项所定优惠退离期间不符合退休条件者,得办理资浅。 第一项人员之退休金,前项人员之资前给予标准,除一劳动基准法,公有管理要点及中央各机关学校事务劳力替代措施推动方案等相关规定办理外,并一次加发七个月之想给总额未住金,延后自愿退休。 资前者,自第十一条第一项所定优惠退离期间其十日起,每延后一个月减发一个月之想给总额未住金,递减至优惠退离期间,不再发给。 公有借零命令退休生效日系于第十一条第一项所定优惠退离期间内者,其加发之想给总额未住金,一提前退休之月数,每提前一个月发给一个月之想给总额未住金。 前二项所称一个月期间之计算,准用第十二条第三项规定。 第三项及第四项人员,于退休,资前生效日期七个月内,在任有给公职时,应由在任机关按比例收缴原加发之想给总额未住金,并缴回原给予机关或诊并改立机关或上级主管机关。 第三项,第四项及前项所称想给总额未住金,只退休,资前当月所支本,年工,想及专业加给。 加发想给总额未住金所需预算,由原服务机关编列预算之应。 第十六条,休职、停职,含免职未确定,即留职停薪人员因行政院组支条整而随同一波者,由原服务机关列策交由新职机关继续执行。 留职停薪人员提前申请复职者,应准其复职。 依法复职或回职复新人员,不愿配合行政院组支条整一波者,得依本条例规定办理退休,资前。 前项人员于组支业务调整生效日以后复职或回职复新者,依第九条,第十条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第十三条第一项人员,于退出原参加之公教人员保险,以下减称公保,时,除符合规定得请领公保养老给付者外,其损失之公保以投保年资,准用公教人员保险法第十四条规定之给付基准,发给补偿金。 前项人员所领支补偿金于其将来再掺加工保领取养老给付时,承保机关应代扣员请领支补偿金,不受公教人员保险法第十八条不得让遇、抵消、扣押或供担保之限制。 但请领支养老给付教员请领支补偿金额低时,紧缴回所领支养老给付同金额支补偿金。 第一项补偿金由原服务机关边列预算之应,承保机关依前项规定扣回支款项,应缴还原补偿金发给机关。 第十八条,本条例施行期间,下列是项得由行政院会同考试院另定处理办法,不受现行法令之限制。 一、住宅俯购、建、贷款事项。 二、员工合法序、建、住宿舍事项。 三、公务人员训练进修事项。 四、公保以投保年资损失之补偿作业事项。 五、退休及抚恤给予支支给机关事项。 六、退休人员及公务人员遗族照护支权则机关事项。 七、其他有官权易保障事项。 第十九条,原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所属军职人员及各机关一组之法规聘任之人员,得准用本条例有官权易保障之规定,其办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二十条,本条例于行政院以外之中央政府机关准用之。 第二十一条,本条例除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一条至第十九条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外,自中华民国101年1月1日施行,均至中华民国105年1月31日止。